甲乃亮和李小璐这对夫妻的婚姻自从去年年底,曝出了夜宿门风波以后,两个人几乎大半年的时间都几乎没有过互动。 甲乃亮一直在外地拍戏,李小璐待在北京的加州,两个人长时间分居两地的状态让很多网友都觉得两人一定已经离婚了。 而8月11号李小璐的哥哥在社交平台上与网友互动,网友错把他认作甲乃亮,李小璐的哥哥回复网友称,我不是甲乃亮,我是他哥。 这句话直接表明了自己与甲乃亮的关系还是一家人,这一举动也证明了甲乃亮与李小璐还是夫妻关系并没有离婚,所以李小璐的哥哥才会趁自己跟甲乃亮是一家人。 李小璐哥哥这一举动算是正式回应,和李小璐与甲乃亮夫妻的关系,也彻底给了网友和众多粉丝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反观李小璐跟甲乃亮近日的动态,也能感觉到两个人和好的迹象。 先不久甲乃亮在综艺节目中公开,那自己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李小璐的巨幅海报,观众直指甲乃亮辞举,是在暗示两人已经复合。 随后工作人员付出节目播出后甲乃亮在剧组的照片,状态明显跟此前大有差别,不仅跟工作人员有说有笑的,还会神采悲扬的跟戴在开玩笑,被网友调侃是显然有喜事。 除此之外,低调在家庭宫休息,被李小璐8月5号起庚,是贫乏带着田贤在机场高标街拍,尤其是手上带着的婚戒最为吸睛。 这明显的暗示已经让大家对,他们的婚姻状况心知肚明了,李小璐的这组街拍照还被奇瓜方账号的转发回应称是松开手右肩上。 这多方的暗示,明显到网友们真的不想多说了,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对夫妻想表达的内容了。 ZN的也则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